好漂亮 你还知道我们这里风景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跟我老婆来卸城里面 他带我来卸城逛街 不是 给宝宝买那些要用的 找你一些我老婆说 就让我提前准备 今天我就带他来 来卸城里面逛 以后我们买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 现在他才发现 我们这里的地方 太美了 这个卸城 有山有水 他说桂林山水夹天下 你看泥浆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县城 漂亮吗 漂亮 你不是说我们这里很山吗 所以想你这种男人就这样子 说说而已 就是 记仇的 不跟你玩 口是心非的 今天的天气 还是挺热的 32度 我们这里 你看好辣的太阳 所以说太阳大的 这个风景就漂亮 那边有一个塔 那边是旅游码头 刚刚的游船 从这里下去了 帮我们漂亮吧 不跟大家说了 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 买了什么东西 宝宝有份 我也有份 他也给我买了 这个鞋子不是你的 这个是我的 这双 它是我老婆的 过来过来过来 试一下这个鞋子 我们今天买的这个是 情侣鞋 情侣鞋 都是白色的 白折的 大家猜一下 挂多少钱 一开就知道不是台子货 我背都不是很重 试一下 袜子 穿吧 给我穿吧 哎呀我给你穿 帮你买了鞋子 还给 觉得我能穿 还给你穿上 哎呀 反正试一下 袜子不是穿吗 就这样是 行吗 试 行吧 试一下 试一下 拿出来 拿出来 今天我们买了很多东西 我买了鞋子 然后我能看见我没有鞋子穿吗 他说我天天穿这个拖鞋 你给我买一下这个鞋子 不方便 你那脚太硬了 加恶生计 算了 他不试 哎呀 管他 那就不试嘛 哎呀 你硬帮那个脚 好像猪脚一样 穿都穿不进去 这个鞋子的话 就只能够 有力给你夹进去 穿不进去啊 哦可以 拿进去 哎 挺合适的 我这双也是白色的 但是这个有黑别 总共两双加起来 两双加起来不够一百块 不够一百是一百的 反正这个 是不是我觉得好看 喜欢我就买了 我又不论什么牌子 真的还挺好穿的好看的 随随便便穿一年没事呢 这个只有吃久了 生产穿 现在这个时候你叫我穿 我也穿不得 管他刚好合适便宜就买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还有宝宝的东西 买了一大堆 我跟你们说 今天我老公好搞笑 哈哈哈 买那个小孩那个 爸爸那个胎帽嘛 这么小 不管是小 你憋着这个意思 这个是 哦 眉巾 反正回去要洗的 这个是袜子 一下子买了三双 这个是啥 头巾 哦 头巾 这个是头巾 买了 反正一大堆 哦 好多 这个 这个是垫床上的那个 帮着他拉尿 这个尿垫 这个最贵了 一下 这么多个素 这个还可以 这个颜色 这个是毯子 这个是浴巾 洗澡 洗完了时候用的 还有衣服 衣服买了两桶 这个是半被装 衣服没拿到吗 哪里没拿到 这个衣服 好可爱的小衣服 不过好小啊 能穿得着吗 这么小 估计肯定蛮小了 你看你还一下买两件 我说买一件试一下 他才出生了 宝宝你现在是怎样 你看两件都这么小 哎呀 能跟你比吗 你那个几十岁的老辣的肉 人家这个还没出生 都想来扣你 对对对对 我觉得太小了 叫你买一件 你不信 因为倒是穿不着 小baby 应该是刚刚 今天 一下子就花了几百块 小孩的衣服 真的好贵啊 我们两双鞋子 才够他这个三分之一 真的真的 所以你要努力穿钱了 不然的话 你看一下 你知道这么一点点 就几百块钱 又不是名牌 刚好呢 今天也出来嘛 就该买了一下就买了 想到的就买了啊 没想到就没有买 就慢慢补 先买一些些 就怕都是 到时买的一下太多了 都是有的用不着 就那个钱花掉了 是不是 嗯 这回可以了吧 开心了吧 满足你的愿望 别说我啊 不提前买 不提前买 不对不对 你讲这话 还没有道理 我想问一下宝宝 给谁兴起吗 哼 跟哪个新的一样 肯定是跟我新的 哈哈 那你们怎么要说